我們可能看多一點再來講 就是其實你看現在的海岸的植物複域 我們都是種 我剛剛提到說可能比較固定是那種所謂的海岸林的植物 可是台灣其實海岸類型很多 不是每個地方都會變成森林的 像這個地方的海岸就不會 因為他們天然就是這一類的 需要強陽光的草本在這裡 那怎麼可能這裡會是一個森林 對不對 所以有些海岸的類型就是根本不會是森林 但是我們在富裕的過去傳統的觀念就是 不管怎樣 只要是海岸就是要種海岸林植物 那這個觀念其實是要做調適的 像這種環境我們是屬於原則 那我們可能就要富裕的植被就是原則這一類的 又或者是說 有時候你去看 像這個地方過去一定破壞很嚴重 原則植物搞不好就是怎樣 我們都不用去管它 它也會恢復的很好 那比較需要關注的 可能就是像我們講的淺山環境的這種 植被才是破壞最嚴重 而且很難恢復的 因為他們大部分不是海飄 或者是風船過來的 那這一種原則植物可能很多都跟海洋有關係 所以只要海水一直在流動 海流一直存在 你即使這邊已經植被清除過 環境還是原則環境的話 隔一陣子它們又會長出來 大概我想是這樣 所以這種環境如果真的要做植被複衣 其實也不用太去關注 你給它時間它就自己恢復了 減少人為干擾 對對對 小心喔 這個是狗牙山的那個 這邊喔 這個主要可能不是狗牙山 這個是那個鴨嘴草的 是鴨嘴草的 是鴨嘴草 對 鴨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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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植株是怎樣 它植株應該是比較那種細長的 這個也是 這個就是鴨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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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嘴草